过去台湾对美军售是求爷爷告奶奶 那现在这些项目都是美国指定台湾要买的 换句话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紧急的军购事件 你为什么拖拖拉拉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实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台湾军方今天发函给美国的国防部 要求美国国防部能够兑现台湾军事采购的武器装备 能准时的运交给台湾使用 美国国防部到现在不做任何的承诺 这个时候 顾利雄既然是律师出身 他也打过国际官司 他当然知道对美的合约 台湾的军方应该做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指控美国军方违约 要求美国军方支付 所谓的违约金 虽然合约里面没有 但是你一定要表达 否则的话 美国不帮你当回事 那第二个 这一些所谓的十九项的军购项目 所有的武器装备 美国预力是以疫情为由 是以人工为由 是以欧洲战事为由 对于台湾一再延大 所以台湾在这个时候 应该要跟美国订定新约 你要把这一些军事采购项目 好比说2026年 你就要送交给台湾 现在是拖到2027、2028 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根本不甩台湾 这个时候 孤立雄 你既然是大律师出身 你应该知道 怎么处理这一些问题 那第三个相关的军购 你当年极如新火的要求 台湾要立即采购 包含鱼叉导弹 包含火山布雷系统等 还有包含刺针飞弹等 这一些都是美国 当年要求台湾买的 台湾还不想买 他还加码 既然加码你钱也付了 你总该付 你总该送个几套送进台湾吧 好比说F16V 他的两架应该在今年年底 就要运到台湾 那拖到什么时候 虽然他表面上说不会拖 但是实时上 美国拖延已经成为习惯 这个第三个 那你第四个 讲得难听一点 有一些武器装备 比台湾买的慢的人 都已经拿到 那请问台湾拿不到 美国不是讲吗 2022期中国大陆 极有可能武统台湾 那当年买这些武器 是以中国大陆武统时间 作为一个标准 难不成 你们参谋所长联系会议 你们那么多退役将领 讲的话 到了今天都是谎话 所以这四项是非常严重的 过去台湾对美军售是求爷爷告奶奶 那现在这些项目都是美国指定台湾要买的 换句话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紧急的军购事件 你为什么拖拖拉拉的 那顾利熊要不要硬起来 有点风骨吧 很多人讲 台湾像美国买武器四脚保护费 这个呢我同意 但是他卖给我们东西 总应该要按时 或者你跟我签一个违约金嘛 你有什么困难呢 我可以帮助你 但是你至少要告诉我 持交的理由呢 我钱已经付了 钱已经付了 各位想想看 220多亿美金 220多亿美金 那么高的金额 到了今天不给台湾一个答复 你是把台湾当作赤殖民地 还是把台湾当作这是你应该要缴的保护费 我过去呢我讲过 你要保护费 那我给你 请你派兵嘛 甚至于这些我武器系统我都不要了 我武器装备系统我都不要了 你至少派个兵来吧 结果呢兵也不派 钱收了 武器那也不给 搞得台湾 现在 很多部队 它的武器编装里面都有这些项目 有一些项目 20年前 边进到武器装备系统里面 编制表上面都有这些武器 但是实时上到了今天 拿不到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顾力熊就不要在那边装模作家 美台关系现在进度最好时代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我们应该要表达感谢 这是你顾力熊讲 那现在问题来了 220亿美元 19个项目 什么时候交货 不知道 那美国他要拖到 那美国他要拖到什么时候 甚至于现在台湾 在今年的西月 也跟美国下了订单 要买E2D 预警机说可以抓得到 歼31 歼35 甚至于歼20 他说可以抓得到 那这些是对台湾威胁最大的 武器项目 既然可以抓得到 台湾要买 然后搭日本的顺风车 美国呢 美国到现在不知可逢 就是说他生产线已经开了 他开的是给日本 不要说等到日本买完 他关掉 然后我们再买 他又开生产线 让他赚个两米干什么 台湾应该并到日本那边去 所以他的E2D 空中预警机 对台湾来讲是迫切的需要 然而我们却看到 美国到现在不知可否 220亿美金 15个军售项目 到了现在不给台湾任何人答案 不给台湾任何答案 甚至于连钱也不还给台湾 甚至于违约金他也不给 他连利息他都不给 那请问 美国是在开当铺吗 美国国防部华言人 国务院华言人通通讲 武器销售不是慈善事业 这个我当然知道 不是慈善事业 但是你总该按照规格来 或者按照合约来吧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顾力雄 截至目前为止 双手一摊 还是在等待美国的回应 你看看顾力雄对于其他事物 他多么有武器 雷厉风行的住 可是碰到美国就是一个软骨头 我真的希望顾力雄能够硬起来 向美国讨债 否则的话 当美国一旦看清台湾的军事首长 请问你还有什么领导权威跟颜面 告诉台湾的三军 我们武器装备的精良 足以抵抗外界的入侵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 顾力雄他们这些人 只会对台湾蛮横 可是碰到美国就是个软骨头 这种不协调 不对称的画面 一而再再而三的出来 更重要的 花了人民纳税前220多亿美金 19项项目居然到现在不给台湾一个回应 我真的搞不清楚 台湾的军事首长 真的是骨头已经软到 看到美国人必须跪地要求 你赶快把武器交给我吧 你总该有个格调吧 不能够担任军事首长 没有公骨的 说美国还是支持台湾 这是台湾最大的悲哀